在三角形ABC当中 角A是30度 角B是45度 好,那我们呢,把三角形画出来 角A是30度 角B呢,是45度 好,另外一个是角C 好,来,对边长分别为AB 而A的长度是根号2 那么我们要来求B边是多少呢 好,那在这边我们可以观察到说 30度这个角对上的边长是根号2 而45度这个角对大的边呢 就是我们要求的 所以我们有整组的A值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正选定理来计算 sinA分之A 等于sinB分之B 好,sinA的部分呢 所以sin30度 而A的边长呢,是根号2 好,sinB的部分呢,是45度 好,所以呢,我们的B边长也写上来 好,sin30度 是多少 2分之1 sin45度呢,是2分之根号2 好,所以我们交叉相乘 2分之1B会等于2分之根号2 乘上根号2 好,那在这边呢 根号2乘根号2是2 2再处理2呢,是1 所以我们B的长度就会等于2 下次再见 6 169 16 169 179 171